美國一個登山客2002年前往攀登秘魯最高峰 途中遇上雪崩被掩埋在海拔超過6700米的高山上 這個登山客是59歲的斯坦普夫爾 他和另外兩個登山客都因雪崩而被掩埋 當中只有一具遺體在雪崩發生不久後被發現 其餘兩具遺體就下落不明 直到近日冰雪融化被一個登山客發現遺體 其後一隊由13個登山者組成的團隊參加搜索行動 負責取回遺體 警方透露遺體在冰雪的保護下保存得很好 好像木乃伊一樣 衣物都好完整 仍然穿著登山客 身上綁著安全帶 腰包裡面的個人物品也保存完整